244 文匯報 領大列訂場指引學生會屈打壓 2015年7月22日香港新聞A13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歐陽文綫、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舉辦粗口獄警音樂會 引起社會大眾嘩言 近日校風在場地申請表格上著名活動不可大冒犯性或不矮元素 並表明校風保留採取紀律行動的權利 以提醒學生舉辦活動時的相關責任 不過 嶺南大學生會卻企圖於網上公審校方 便稱校方增設要求有打壓學生社團自主之嫌 本身是教聯會會長的嶺南大教東黃均宇認為 校方要求並非增設 學生會亦知識不知為何突然大造文章 且有關規矩只為防止不合理的事情出現 學生應該遵守 嶺南大學生會昨日在其Facebook網站發出貼文 指校方在訂場申請表突然增設details of program 活動細則 提出以往沒有的要求 認為有關舉動有打壓學生社團自主之嫌 據學生會昨日稱 增設內容包括學生社團應保證活動無無凡性和不雅的元素 以及校方保留對涉及不當行為的活動組織者和學生採取紀律行動的權利 學生會稱有關做法事審查 令學會舉辦活動的自由指會語縮如窄 冰封馬牛不相及地址校方無權處分學會 就連表格要活動負責人簽名 亦被學生上光上線位任由校方無限般農門的審查及處罰 王君如 學生應遵守校規對於有關說法 王君如指學生有其言論自由 但校方亦有其規矩 學生應該要遵守 他認為有關做法只在防止粗口獄警音樂會 這類不合理的事情再次重演 當時校方討論事件應 已經問過學生會會否承諾不再舉辦類似活動 粗口獄警 但學生會不肯承諾 既然你不肯自律 就只能靠他律 他又指有關規定一早存在 學生會亦知識 不知為何突然大造文章 領大回應事件稱 校方並沒有更改學生團體租用大學場地舉辦活動的要求 現時把這些著名事項歷於場地申請表格上 視為令學生團體更了解在舉辦活動時的相關責任 中文章 中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